你又做错了 家家每天早晨都给妈妈蒸鸡蛋糕 你看人家这孩子多孝顺 过程如下 打蛋一分钟 切葱花两分钟 搅蛋一分钟 洗锅两分钟 烧热水六分钟 蒸鸡蛋十一分钟 问完成这件事最少需要多长时间 十九分钟 你睁了眼睛说家话呀 你把这些时间加在一起 不正好二十三分钟吗 多简单呀 哪里来的十九分钟呀 你蒸鸡蛋蒸个半熟啊 你会蒸鸡蛋吗 我咋不会呀 你小的时候我天天蒸给你吃 怪不得我这么黑 肯定是吃你正乎的鸡蛋吃的吧 给你辅导作业了 你狗整个也没用的干啥呀 你看看 人家问的是最少需要多长时间 洗锅两分钟 烧热水的这六分钟 打蛋切葱花搅蛋 这几件事都做完了 最前面这四分钟不算 肯定不能那样算 我提交一下让小圆批改一下 怎么样傻眼了吧 你不会以前都是等这件事做完了 再烧水的吧 他这个提出的就有问题 行我不服等你了 你自己做吧 你自己把这道题做完了吧 你别笑 哎哟你妈 呀不错嘛 所以我劝你以后别在我这里 轻易暴露你的智商 没评论 还是一个老门 没评论 有证据 三个老门